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 本来希望能够缓解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结果好像没有达到预期 他的访问在中美都受到抨击 虽然中国官方媒体说 这次访问是务实和理性的 但这微弱的火光在风中摇曳 像是随时可能被吹袭 而耶伦的行为 更像是在风中舞蹈 试图保护这微弱的火焰 首先耶伦在中国的尴尬握手 遭美国不少网民吐槽 频频鞠躬的耶伦 看起来像是在做古代拜见皇帝的动作 引发了美国许多人的不满 我看了视频后不禁想笑 耶伦真是太有幽默细胞了 他走向何立峰 双手紧握 身材相对矮小的他一边寒暄一边频频点头 至少鞠了三次躬 可是何立峰呢 只伸出单手 还稍微后退一步 似乎是刻意给耶伦多点 扣头的空间 他这也太有风度了吧 知道耶伦来者不拒 不给他留下足够的空间怎么行呢 有位专家就发推文表示 我希望有人告诉美国官员 与中国官员握手时要站直 这话说的有道理 底下布林肯与习近平握手的照片 布林肯显然站得很直 看来他在向世界宣告自己的坚定立场 前纽约市长陆迪 朱利安妮也出来发推文 不客气的评论说 耶伦将接受两周的背部康复治疗 连续向中共鞠躬拉伤了他背部的肌肉 看来耶伦需要加强一下健身训练 特别是针对背部肌肉的锻炼 这样就不会因为频繁鞠躬而拉伤了 我们也不能忘了一些历史 据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访日时 也向日本天皇鞠躬了近90度 当时奥巴马解释说 那是尊重的表示 别无他意 或许我们也可以给耶伦一点点解释的余的 毕竟外交场合的礼仪有时候还是挺复杂的 不过这让我想起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在外交场合太过尊重 亲和 那是不是就等于对独裁者低声下气了呢 这可真是让人费解啊 而耶伦在北京和一群中国女性经济学家 共进午餐之时又被中国网民大作文章 被指责为激进女权主义者和叛徒的这群女经济学家 简直成了中国网上的公敌 而其中一位女经济学家在网上回应 为何参加参会的提问时表示 耶伦是最友好的美国官员 一直致力于发展中没有好关系 这位女经济学家真是够一阵言词的 不怕被人骂啊 有中国网友在评论中说 耶伦是个明显危险的人 质问为什么她被允许作为中国的公开嘉宾 还有人说这些女经济学家是亲美的 简直是把她们当成眼中钉了 有位叫沈3847的中国网友说 看看这群人 中国新颁布的反间谍法可能马上会派上用场 这话也太损了吧 还有人说桌子周围的每个人都应该被抓 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美国总是好心地提供帮助 结果被误解成揭露叛徒的了 其实这也反映出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批评和互联的社会 每一个公众人物的行为都可能会成为他人的话题 甚至可能会被无限放大 不管怎么说 耶伦结束了他在中国的访问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尽管两国存在深刻分歧 但双方人将寻求更频繁的沟通 他还强调了贸易和投资的重要性 表示美国与中国从尽可能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中都能获益 如果是图与中国脱钩 那将是灾难性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外交场合的姿态和表达确实很重要 但有时候也需要权衡利弊 但最终 我们还是应该更关注于行动背后的真实意图和目标 而不是单纯的形式 我相信耶伦在以后的外交活动中 肯定会在握手的时候保持挺直的身体 毕竟这次的握手经历 他是肯定不会忘记的 谁说亚洲就不能宽容一点 看看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 开了各大会 然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就突然变成了我们亚洲的一部分 这还不算 还给了他们最多500个运动员的名额参加下届亚运会 嗯是的 你没听错 这就是亚洲的包容性 连的图都能重化 全世界都应该学学我们 理事会总干事还特别强调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运动员应该被允许参赛 但只能作为个人 在中立的旗帜下 没有获得任何奖牌的机会 他们真是太大方了 这就像告诉某人他们可以去参加派对 但他们不允许玩得开心 或者邀请他们吃晚餐 但只给他们提供原味豆腐 真的这就像是奥运级的耳光 我只能想象到运动员们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兴奋之情 恭喜你你被选中参加亚运会 只是要记住你不会代表你的国家 你没有机会赢的奖牌 顺便说一下 你可能只需要穿一件空白的T恤 享受吧 这就像是参与奖杯 没有任何实际成就的成就标志 但是 当然 我们不能忘记所有这些背后的崇高原因 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导致他们的运动员在各种国际比赛中被竞赛 现在 国际奥委会似乎想给他们第二次机会 只是请不要在你们在这里的时候在侵略其他国家 他们一定是这样说的 这就像告诉一个有破坏历史的孩子 当然 你可以来参加生日派对 但如果你破坏了任何东西 就不再有蛋糕给你 所以 当我们为下一届亚运会做准备时 让我们记住竞争 团结和荒谬的精神 让我们见证运动员们不是为了国家荣誉或个人成就 而是为了好吧 我也不清楚他们到底为了什么去比赛 也许他们将争夺最中立运动员或最不可能赢的奖牌的称号 谁知道呢 所以 准备好迎接一个激动人心的亚运会版本 运动员们将在没有国旗 没有国家骄傲 没有获胜机会的情况下竞争 真的 这将是体育精神的中立展现 我们聊聊马云和他那个曾经让他把全世界接在掌握的阿里巴巴 大家都知道马云是那个有一头乌黑的发 感言不惠的男人 他的创业故事让人振奋 不过 他最近两年的经历 那可是全然不同的故事 记得他曾经说过 如果你想要成功 最好找一个行业 让他们骂你 打你 打死你都不要放手 好像北京听到了这句话 然后选择了答他 我们都知道 马云两年前批评了北京 结果北京像是听到了一个特别不好笑的笑话 开始对他的公司进行了打压 这个笑话的后果可大了 他的公司市值直接蒸发了8500亿美元 看来 当你的银行账户里有610亿美元时 热闹北京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你知道阿里巴巴最大的贬值有多少吗 那可是45% 也就是6200亿美元 想象一下 6200亿美元就这么消失 就像那天你去超市 准备买一包薯片 结账的时候 发现你的钱包是空的 只不过这次 马云的钱包里少了的可不是买薯片的钱 而是足足6200亿美元 还有 你们听说过蚂蚁集团吗 那是马云联合创立的金融科技巨头 你知道他的估值下跌了多少吗 那可是75% 也就是2365亿美元 如果我有那么多钱 我可能会考虑买个星球 马云也因此被迫消失了两年多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梗 你知道魔术师怎么消失吗 他会把自己放进一只帽子里 然后再从另一只帽子里出来 可是 马云用的是 折叠空间 魔术 他把自己放进了中国 然后在泰国出现了 然后又在香港出现了 下一秒 他又回到了他的家乡杭州 我真希望他能把我教授这种 折叠空间 魔术 这样我就可以不用每天在通勤上浪费那么多时间了 马云真是一个忙碌的人 即使在消失的两年中 他也没有闲着 他去泰国看了一场泰拳比赛 去了香港 然后回到了他的家乡杭州 他甚至还被香港大学任命为荣誉教授 这就是我所说的消失 如果我消失了 我只会在家里待着 吃薯片 看Netflix 但是 马云在消失的时候 可能还在思考他的下一个创业项目 比如 我不知道 Antspace 或者Alibaba Time Travel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让我们给马云一点点掌声 我想我们都可以从他的经历中学到一些东西 如果你犯了一个大错误 你会消失两年 然后你的财富减半 那你就可以成为 马云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九日离开中国前表示 美国和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但他相信此次访问加强了将两国关系带上更坚实正轨的努力 耶伦还说 此次访问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我认为我们可以有一个健康的经济关系 使我们双方和世界都受益 他表示 我们相信世界够大 足让我们两国繁荣发展 但他强调 美中都有义务负责任地管理两国关系 耶伦会见了中国总理李强 主管金融的副总理何立峰 中国央行行长一纲级党委书记潘公盛 还和已经退休的前副总理刘鹤见面 并与多名女性经济学家聚餐 耶伦在访问期间多次试图打消中国对美国寻求脱钩的担忧 甚至避免提及去风险化 他在供应链问题上使用了一个有低打头的新词 多样化 Diverse 他说 一个是脱钩 另一个是使关键供应链多样化 或采取有针对性的国家安全行动 两者之间存在重要区别 有分析认为 耶伦此次访华受高规格接待 凸显中国不愿与美脱钩 尽管两国外交 经济交流启动 但中方仍未重其美国期待的军事交流 华盛对于北京再次进行了面对面对话 哪怕不算热情也算是彬彬有礼和互相尊重 拜登政府似乎在试图证明其中国政策并不是单纯延续特朗普政府对北京的公开敌视 中国占据了全球半导体销售总额的约三分之一 但对一些芯片制造商来说 中国占到了其营收的60%或70% 哪怕是在美国生产的芯片 也经常会被送到中国进行组装和测试 芯片产业对中国的依赖表明 中美之间密切 同时充满矛盾的经济关系对双方都构成着挑战 美中两国曾开展打击芯片亦联合行动 而现在 合作因贸易、人权、俄罗斯及台湾问题上广泛的 的原政治紧张局势而陷入僵局 在阻截芯片亦的问题上的合作失败 是双边关系在各个层面搁浅的象征 美国现要求中国采取更多措施 遏制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品流向全球 9日 美国大选共和党第二大参选人德桑蒂斯表示 我赞成 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 我想我们可能需国会配合 但我会采取适当行政措施以朝这个方向进行 他还称 中国是美国头号的原政治威胁 2000年 美国国会表决通过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若取消 也需国会批准 台美9日引述台湾国安高级官员表示 中国不仅通过基建扰台和认知作战 还操纵经济工具介入台湾2024年大选 其曾禁止台湾某些浓渔产品输入 但在选举将致石油收转放 官员指出 北京此举是在制造兵凶站围的气氛 塑造台与国际朋友间的情义均位利益不可信的感觉 台湾汉光演习前蔡英文出逃等假消息泛滥 台湾官员称 台即将举行汉光39号士兵演习之际 中国持续透过官媒散播假信息 声称蔡英文玉界演习进行逃命彩排或此为美国公民演练撤侨状况 试图消磨台湾军民士气 台湾国安人士指出 北京今年的假信息攻势格外明显 意在影响明年的台湾总统大选 教宗任命香港周首人等21位书籍主教 9日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任命21名书籍主教 在9月份的书籍主教会议后 将有137名书籍选举人能够最终参与选定下一任教宗 有英媒报道称 此次新任命的书籍主教宗 以香港周首人主教最未引人关注 几十年来 范蒂冈和中国当局因任命主教问题时常处于关系紧张之中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七一前夕表示 涉及国家安全的香港 《基本法》第23条在今年或最迟明年一定要立法 孙子是香港时事漫画家 从事创作超过40年 由于他的作品主题多与社会政治议题有关且风格大胆 作品不时引发争议 今年5月 在香港官员多次公开抨击其作品后 《明报》宣布其专栏停刊 孙子表示 北京在香港实施的 《国安法》 未当得的新闻和艺术创作带来诸多红线 但他表示不会停止创作或离港 IAEA总干事访含缓解核废水担忧 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总干事格罗西八日与韩外长等官员会晤 以其消除韩对日本核废水的忧虑 他强调 IAEA的报告绝无偏向日本 日请求IAEA检查核废水处理程序 可成为良好先例 近期日本宣布将排放百万吨浮岛核废水 引周边国家抗议 韩国与中国军禁止了浮岛食品及海鲜进口 特斯拉开始解雇中国工厂部分工人 综合多个媒体近日消息 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正在解雇其在上海工厂的部分电池组装工人 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工人可能被解雇 以及裁员背后的具体原因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是其规模最大 生产力最高的工厂 拥有大约2万名员工 有媒体称电池生产线总员工不足千人 达赖喇嘛称北京方面有意与他接触 据一媒8日报道称 达赖喇嘛前往印度德里和拉达克的区访问前对媒体表示 北京方面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方式表示愿意与他接触的意思 达赖喇嘛也明确表示 对恢复对话没有任何问题 我这里没有任何问题 而他不寻求西藏独立 北京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 2010年以来也没有与达赖喇嘛的代表在进行过公开谈判 中国广东省连江市恒山正义所幼儿园周一 7月10日发生迟刀袭击事件 造成6人死亡 包括3名儿童 警方表示 他们已经逮捕了一名25岁的无姓男子 并正在调查袭击的原因 据法新社引述当地官员称 另外3名死者是1名老师和2名家长 还有1人受伤 中国当局往往将这类袭击归就于这些人心怀怨恨或想要报复社会 专家和一些官员曾表示 这些袭击者是对中国快速变化的社会以及失业等社会性压力感到不满 但中国的心理健康医疗资源仍然匮乏 社会保障网也很薄弱 政府也严格控制此类袭击和其他悲剧事件相关信息的传播 据统计 中国境内的总体债务已达到年度经济产出的282%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新闻主播亚力 我们每天在这为你提供中国相关新闻的一站式服务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会认真阅读并回复大家的评论 记得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保重